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饭店非常畅销的菜 干锅鸡 首先我们准备三黄鸡半只 把内脏清除之后用清水清洗干净备用 鸡肉必须用清水多清洗几次 这样能减少腥味 把鸡肉剁成大小均匀的小方块放入碗中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腌制鸡肉 碗中加入食用盐1克 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增加咸鲜味 加入老抽1克增加鸡肉的底色 加入料酒3克 然后将鸡肉抓匀腌制5分钟备用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鸡肉把所有的调料吸收 下一步我们开始准备干锅鸡的辅料 准备2斤条50克 去头之后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粒备用 准备大蒜30克对半切成小粒备用 准备小米辣30克切成小段备用 不能吃太辣的朋友可以换成大红椒 准备蒜苗2根同样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粒备用 最后准备洋葱小半个切成丝放入干锅中垫底 切好的洋葱丝必须用手拨散 这样才能均匀受热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然后锅中加入适量的冷油滑锅 滑好锅之后将热油倒出再加入适量的底油 把油温烧至6成热 油温6成热之后将腌制好的鸡肉下锅 然后开中小火把鸡肉两边煎成金黄色 把鸡皮煎至微微卷起煎至鸡肉出油为止 这一步大约需要4分钟左右 把鸡肉煎香煎出油之后 再将准备好的大蒜和小米辣下锅翻炒几下 然后加入干辣椒5克下锅开小火 翻炒1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把干辣椒炒香 把辣椒的干香味融入进鸡肉里面 干辣椒炒香之后再加入辣妹子3克 再加入两勺老干妈香辣豆豉 然后开小火翻炒30秒 这一步的目的是把辣妹子炒出颜色 把老干妈炒出香味 翻炒30秒之后开始调味 加入味精1克 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加入孜然粉一小勺 加入芝麻香油3克 然后将切好的2斤条下锅翻炒几下 将所有调料翻炒均匀之后 再加入切好的蒜苗 再加入适量的白芝麻 最后翻炒几下即可出锅 一道回味无穷的干锅三黄鸡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干锅鸡的技术总结 第一 鸡肉下锅必须把水分炒干炒香 第二 干锅鸡可以适当的多加一些油 这样干锅鸡加热之后香味会更加的浓郁 第三 蒜苗下锅之后不能炒太熟 否则影响其香味和卖相 干锅鸡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头条号美食作家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